我的床变成了蹦蹦 觉得自己的颜值太高 就让人感到自卑的 我要给你吐槽一下 我这一次来北京 和我哥子的客人 我前前这个客人 实在是没有忘了 家里人去世了 那天我在他身上 给他设立三个小时 我说家里人出事了吧 这怎么家里最大 这倒是没办法 但是是吧 像什么出门前 觉得自己的纹纱和八字不合 它影响意识的 照镜子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颜值太高 它文后更帅了 让人感到自卑的 还有什么奇葩 睡过头就睡过头了 我的床变成了蹦蹦床了 蹦蹦床了 我蹦得太嗨 忘了时间了 我把文身在这儿 换身给你信不信 本来跟网练就像见面一样 满心期待 接口临时放鸽子 你想想 那我这里心中就像有一座 这样喷发的火山 那个烦躁的眼睛 它不断地滚动 找不到身心的出口 我起人 哪怕是你提前个三五两天 一个礼拜也行 我这里是原创的 我还得给你单独设计 一设计就了好几天 我上哪个那边 十几个小时花 我能这么早 我时间不得动的 怎么样 所以呢 我亲爱的小宝 您的到来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这次约会 我精心准备 忘怀期待 希望您千万不要放我的鸽子哟 因为您的准时赴约 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只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份约定 好吗 快说好